首先看到其实一个倒挂的情况 深度是深了的 主要原因就是加息加得比较快 而加息就是利率政策 比较影响短息 大家知道息率倒挂是说 短息比长息高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倒挂 现在短息升得很厉害 每一次加息都说0.75 如果今次加0.75 应该可能第三次连续0.75 就是加息的一个幅度比较大 而我们看到这个图 就是去显示10年减2年的美债利率的水平 幅度大概是41个点子 0.41%就是41个点子左右 而这个最深的时候大概是49个点子 我们可以比较看到这个深度 已经可以比美非常近似 在之前的两次衰退之前的深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股市的股市 可能是一个比较深度的衰退 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衰退 而衰退真的出现的话 我相信应该走不掉 就是股市都要下跌了 前提还要是说 现在美国联储局没有一个大放水的条件 所以衰退 真的是很难回的 这个上升情况 看到其实比如说 经济数据方面 我就比较主要用一些前瞻性的数据 就是用一个叫做PMI 而且用一个叫做制造业的PMI 我们看到这个表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表里面 在上高主要是一些成熟市场的地区 下面是一些新鲜市场的地区 整体上在过去这一年里面 我们看到在近这几个月 可能五六月开始 其实持续都是转差的 大家看到由绿色黄色去到红色 就是不断转差的情况 有些PMI在说是 已经是低过50这个水平 低过50就在说 就是一个小小的萎缩 在减低的一个趋势 而这些的转变 其实就是反映着 这些国家 他们经济的活动 在减弱 而这些经济活动减弱 将会预示未来的经济压力